再来看一下这盆蓝莓 我发现有一颗的花已经是转色咯 大家看到没 看样子要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摘这个蓝莓吃了 再看一下这个蓝莓旁边的这个无花果 发现没 这个株形大了很多 一直说给它挪一个位置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还是让它们待在这里吧 因为这个小番茄剩女果的话 肯定要不了多久就可以采收了 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葡萄 上一次说给它做牵引 到现在都没给它做 所以它现在都垂下来了 因为前两天的风很大 如果再不给它做牵引的话 就会影响它生长了 现在就来 上面的那个胶应该已经是干了 可以做牵引了 但还是做牵引起的 实际上是在儿股品里的 上面的领大的 传统 在来 平均 后面的生长 进入 的 进一步 这样就绑好了 因为顶上的枝条比较嫩 所以我绑的比较下 然后最下面的 这一个之前绑了的这个绳子 可以把它解掉去了 因为它这个底下的枝条 越来越粗壮 如果不解掉去的话 到时候这里就会勒一个痕 不好 现在就把你给释放出来 这么不好剪 OK 吃饭出来了 然后再继绑了 再继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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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